歡迎加入1800新聞1點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中央心儀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加入我們的直播留言區 可以在線上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一起聊天 聊新聞 新聞首先我們先來關心是最近呢 因為奧運的關係很多人其實都非常關心 相關的賽事還有項目 甚至很多人會去學習 但是要特別留意哦 因為先前在新北市有一名男子 他參加了一場拳擊賽 沒想到他才上場兩分鐘 身體就開始不舒服 事後送醫被判定惱死 檢警查出其實在比賽當天呢 當現場是沒有任何醫護人員在場 認定主辦單位是有過失的 而死者的母親在開庭的時候也出面指控 認為負責人連一句道歉都沒有 根本就沒有誠意 穿潛色襯衫的男子是全級俱樂部的館長 丁信負責人 前年7月份在新北市新店舉辦了一場比賽 卻鬧出人命 年僅27歲的胡錫蘭子被判定惱死 檢警認定對手 徐姓拳擊手 還有裁判沒有過失 但是是依照過失致死罪來將 拳擊俱樂部丁信官長起訴 來到北院開庭 全級俱樂部的丁信負責人不發抑鬱 但另外一邊死者的母親淚散法庭 綁馬尾的母親哭得七不成聲 指控舉辦比賽的丁信館長明明是國際異星全級教練A級國家全級教練 還有裁判資格 應該熟知規則 怎麼案發當天沒有安排任何醫護人員在場 甚至連兒子下場之後也沒有人確認傷勢導致送醫後死亡 我們要比賽必須要有很嚴謹的規範 不能任由這樣子 你看丁教練他是一個這麼有名的裁判 他任由這樣子去比賽 對我們而言 我們覺得很不公平 他事後看到我們他從來沒有跟我們道歉 他一點誠意都沒有 依據國際拳擊總會的規則 比賽得配置醫護人員在場 一是根據體檢合格書來評估選手之後才能參賽 賽後也要檢查選手們的狀態 然而在案發當天 這一切通通都沒有 孩子的人生才正要開始就落幕 家屬至今仍走不出傷痛 奉而提告要為孩子討回公道 TVBS新聞 歡迎見 日前台中北屯區發生了一起車禍 有一名70多歲的富人 她騎機車在路口等紅燈的時候 卻被一台保時捷直接撞上 肇事駕駛沒有留在現場 居然是直接落跑 而知道警方通知才回來 警方也說 雖然這名肇事駕駛 事後有回到現場 但還是算是肇事逃逸 富人騎機車路口等紅燈 這時候 一台黑色的保時捷沒有注意 直直就往前撞 富人當場滾下車慘摔在地 氣得馬上起身 跑到駕駛座旁邊 要理論 車禍意外就發生在台中北屯區 這一處路口 上個月30號中午10點左右 一名70歲的女騎士等紅燈 突然就被撞了 當然是62歲的趙氏男駕駛 趁沒有人注意直接開車落跑 無緣無故被撞 對方還趙陶富人氣的保警處理 莫警民眾說趙氏駕駛 從頭到尾都沒有下車過 還趁被害阿嬤不注意 偷偷就開走 阿嬤還狂奔在後方追人 但沒有成功追上 警方現場製作筆錄 通知對方到案 過了四十幾分鐘 趙陶駕駛才現身 警方也確認 該名男子車上沒有違禁品 駕駛儘管事後返回現場 但是第一時間 禁止離去的行為 構成造勢套義 警方將依法查辦 保時捷駕駛向警方辯稱 有急事才會先離開 不是故意要落跑 願意賠償 但是撞傷人 沒等警方到場就離開 警方也依趙陶罪嫌 將他移送法辦 TBBS新聞陳其君 老闆一台中採訪不到 暑假是出國旅遊的旺季 但是有民眾他們從 印尼的雅加達飛回台灣 沒想到起飛起來 兩個多小時 就遇到強烈的亂流 當時剛好在用餐時間 所以餐車餐盤 還有很多東西 全部都撒在地上 這民眾也分享說 他也因為這樣 被可樂洗頭 對此呢 長榮航空就回應了 這一起亂流總共造成了 六名空服員輕傷 沒有大礙 而有達人就分析了 其實呢 在長途航線當中 從日韓到南亞的這一段 亂流最為頻繁 而冬天比夏天更加劇烈 桌上餐盤 身上褲子走道 和上方置物櫃 全都是液體和食物殘渣 機艙裡一團亂 背盤狼藉 還有乘客被可樂洗頭 他形容過程大概一分多鐘 先輕晃 最後大力搖晃 還有飛機往下掉的感覺 乘客的腳被咖啡稍微燙到 還好沒事 還有很多人尖叫 小孩大哭 自己嚇到手抖腿軟 連餐車也倒下 還好機組員冷靜處理 餐盤快速集中到垃圾袋 事發在長榮BR238班機 11號在印尼雅加達 當地時間14點48分起飛 過了兩個小時 循環剛度到了三萬七千尺 卻遇到不可預期亂流 索性最後順利回台 常常航空回應 當時正在公餐 六位空輔員輕傷 就醫後返家沒有大礙 也沒有造成旅客受傷 還有時常搭配機飛 日本的旅客也遇到亂流 熱咖啡都灑出來 還有幾次也在用餐時間 桌上飲料 要晃程度 都能看出晃動有多大 我去年吃了午餐 東京 大概有三次都有 天氣好也不一定沒有 下雨也不一定比較有亂流 美國預安會也曾統計 飛安通報中有三分之一 和亂流有關 大約每10萬飛行小時 就會發生0.05次 也是似乎最常見的狀況 全球的長途航線中 從亞洲出發的航線 遇到亂流平均強度最強 日韓飛往南亞亂流最頻繁 在台灣出發往北在日本附近的 噴射汽流區域 往南在赤道低緯度的國家 都是晴空亂流常發生的區域 而冬天會比夏天來的劇烈 達人分析亂流簡單區分為 雷拉偵測得到的一般亂流 和看不到的晴空亂流 高空的風切會有劇烈搖晃 如果沒線安全帶 人會整個飛出去 遇到亂流千萬要聽從空服員指示 乖乖配合以免受傷 TVC問中英的曹哲人 台北採訪報導 好的確喔 日本最近非常不平靜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馬利亞颱風之外呢 日本前幾天發生了強烈地震 而他們現在南海海潮的強震威脅 還是持續的存在 現在又有可能有三個颱風共舞 日本東北地區像是福島先台 這裡甚至一度發出了高齡者避難簡訊 就是要求長者要先行避難 所以當地的居民也開始準備了物資 包車的業者就說其實大家更重視防震 大部分呢會採買一些水 還有簡單的物資 日本上周四的南海海投地震 氣象廳就提醒周期已經到了 讓不少民眾開始準備物資 加上今年的第五號颱風馬利亞 第六號颱風山神 以及還在台灣東邊海域的熱帶性低氣壓 準安比都直撲日本 很多學校會有做颱風降 如果是一般上班族很少有颱風降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颱風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影響 目前雨是在嚴守縣聖岡縣居多 有民眾形容這已經是八月原本的兩倍雨量 當地居民主要還是防震比較多 日本福島一度發布高齡者避難簡訊 為了避免來不及防災 提前請長者先行撤離到避難所 不過目前已經解除 也有在當地的台灣人說擔心風雨過大 有提早到超市買食材 像是水 防災物品 手電筒等 但目前戰無風雨 氣氧專家就說前兩個颱風登陸後會減弱 即將生成的熱帶性低氣壓不容小覷 特別是後面第三個這個颱風 在安比颱風其實後面正在持續在加強當中 那因為目前看起來馬利亞颱風登陸之後 它的強度就會慢慢的減弱 準安比颱風伴隨強風奏雨 支撲日本關東東北地區 尤其強風會最明顯因為沒有地形破壞 颱風它是一個逆時鐘旋轉的低壓 那在它逆時鐘的過去 在第一項限跟第二項限 往往都沒有受到地形的破壞 日本罕見連三台直撲 現在又正值暑假旅遊忘記 民眾要前往秋天福岡仙台等地旅遊 還是得多留意天氣及航班資訊 TV被訊息 許家瑞靈一台報導 好 我們來關心的是巴西日前發生了 62人遺爛的空難 而黑盒子現在也已經找到了 專家初步研判有可能是 飛機結冰導致失重釀成了空難 而另外在澳洲北部的凱恩斯 有一架直升機突然就直接在飯店的頂樓墜毀 當然也嚇壞了不少人 現場緊急的疏散了400位旅客 還好地面沒有人受傷 目擊者拍下事發當時的畫面 可以看到飯店屋頂失火 濃煙竄天 住客被迫疏散 十二號凌晨一架直升機 在澳洲凱恩斯的酒店頂樓墜毀 飛行員當場死亡 飯店緊急疏散約400人 把住客都嚇壞了 撞擊當下飯店屋頂起火 救援人員趕到現場 索性地面沒有人員受傷 但飯店窗戶被震到破裂 地上還看得到直升機殘骸 另外釀成61人罹難的巴西空難 目擊者回想起來還是心驚膽戰 目前機上兩個黑盒子已經被找到 正送往實驗室進行分析 航空專家研判 造成空難的原因可能是飛機結冰才釀成大禍 遺憾的是機上乘客包含六位頂尖腫瘤科醫師 以及兩名實習醫師 他們準備前往參加癌症會議 沒想到遇到空難 有另外七位癌症醫師 因為改搭較早的航班 因此躲過一劫 TVB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來關心的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最近陷入了政治獻金的遺憶 在今天下午呢 他也率領當時競選總部的幹部 召開記者會來誠心 而且在記者會上全員是口徑一致 他們強調是當時作帳的會計師端木正 漏爆了將近兩千萬元 而且還擅自調節 同時也強調其他的會計師 完全通通不知情 但對此呢 端木正透過事務所也發出聲明 一切都是依法行事 闖進記者會鬧事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依舊不為所動 這次總統大選是台灣民眾黨成立以後的第一次 其實我們很多還是在摸手 也沒有經驗 強調總統大選也是民眾黨的第一次 柯文哲極力安撫小草們的心 他沒有跑到任何個人的口袋裡面 我們會從錯誤中學習 也會用最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繼續進步 這才是傅子恩的做法 不會被擊垮 因為現在劍拔指向作賬會計師 將近50分鐘的記者會 所有人口徑一致 整起事件完全是因會計師端木正而起 而他也曾經是民眾黨中央委員 2020年還被列在不分區名單上 我們委託的端木正會計師 他說他時間來不及 所以有很多漏報的情況 當漏報之後 他就把漏報的金額擅自調節 說是會計師漏報將近兩千萬元 黨內極力撇清 就連時任柯文哲競選辦公室財務長 李文宗也喊冤 這被點名的禍首透過事務所聲明 服務均依法處理 相信監察院和檢察署都能還他清白 風波延燒數日 如今定調單純就是會計師漏報問題 想把事情簡單化 但似乎衍生更多匪夷所思的問題 好我們剛剛看到的是民眾黨 被指控總統大選的政治獻金 申報不實 甚至有大筆的款項是流向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在民眾黨的記者會上面 也發布聲明了 強調說公司即刻暫停營運 而且他們會清算後盈餘 全部都捐給公益團體 但是這樣子的行為 其實讓外界引發了更多揣測 柯文哲進辦財務長李文宗 連我否慈悲都搬出來 替妹妹木可公關 動作李文娟緩家 但會被質疑也不是沒原因 因為台上自己在開記者會 台下桌上放著是木可聲明 木可公關宣布即刻暫停營運 依法進行公司清算 盈餘將全數捐給公益團體 但這動作難免被質疑 刮天理下 柯辦要辦得活動 但是卻用基金會的名義去支出 這個其實不就是已經是一個 蠻大的問題了嗎 其實幕僚拿出對話記錄 爆料財務根本沒獨立性 暴障要透過李文娟 而她一人身兼三職 不僅是木可董作科進總財務長門 還是台灣眾望關懷 基金會負責人 現在木可解散 外界質疑是否為了製造斷點消滅證據 最後錢又會回到基金會口袋裡 帳本希望他們就是做好看一點 而議員鍾小平也爆料和黃珊珊交好的 石樂和尼奧公司負責人戴力林 氣到找他陳情 捲入民眾黨假仗爭議的 石樂和尼奧公司 就位在內湖城公路的這個樓上 而這個負責人呢 是強調在民眾黨申報的 三筆九百多萬人的費用 他們完全沒有收到 而且負責人過去和黃珊珊是好友 鍾小平加碼爆料戴力林訊息 被遺讀超過一天 對此黃珊珊否認 強調看到訊息就即刻處理 鍾小平的話 你們還要相信嗎 身為另一名關鍵人物 就看黃珊珊這解釋 昔日好閨蜜能否被說服 好我們先幫大家插播一則最新消息 澎湖籍漁船大淨滿88號呢 被中共的海警扣留已經超過一個月 現在有了最新的進展 目前傳出有可能 丁信台籍船員還有三名印尼籍的漁工呢 有望在明天搭乘小船到海峽中線 由大淨滿隊另外一艘大淨滿96號接駁返回澎湖 這是目前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 好的我們來關心的是新竹湖口 在今天凌晨爆發了警匪槍戰 有一名通緝犯他被殺區的遠景盤查 結果他趁機逃逸 而且過程中甚至還開槍 剛好附近桃園楊梅分局的刑警也在追捕他 雙方爆發了槍戰互轟至少8槍 過程中桃園的刑警重彈 而嫌犯趁隙逃走 朝著黑衣男用力衝撞 但被對方給跑了 刑警立刻下車拔槍 不過對方的手裡也有一把 雙方就在路口駁火 其中一名刑警中彈 幸好這個時候 轄區警方也追了上來 嫌犯趕緊徒步逃跑 才沒有繼續開槍 其他遠景趕緊上前查看同仁傷事 警匪槍戰發生在凌晨2點多 新竹縣虎口鄉工業區附近 中彈的是桃園楊梅分局的刑警 一開始跨峽區疑似想要抓人 沒想到對方會拔槍 而戶口警方會到場是接到報案電話 說車子被砸 但到場沒發現 卻看見了可疑車輛 新竹警方到場的時候 發現一輛車刑機可疑 是停在路邊沒有熄火 而核信通氣犯當時就是坐在後座 但他碰上警方藍茶不止不配合 而且還趁著遠景不注意 下車途不逃逸 46歲核信毒品通氣犯 被新竹警方攔茶 趁機下車沿著小巷子逃逸 沒想到過了幾個路口 又碰上桃園刑警 雙方當街互轟 開了至少八槍 嫌犯發現遠景肩膀中彈後 就加速逃逸 虎口警方追查報案人 是嫌犯的女性朋友 當時載著他一路逃逸 因為害怕決定偷偷報迴損 讓警方到場處理 因為事發地點是工業區 還有不少未完工的建案 半夜人比較少 他逃進監視器死角 疑似往平常出沒範圍 新竹市區逃逸 身上還有槍 新竹市民恐怕難以安心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剛剛看到了 新竹呼口的警匪槍戰 重彈的桃園刑警 他在轉院治療之後 已經沒有了生命危險 但是這一次的警匪駁火 其實也引發了外界質疑 有人認為警方在辦案的時候 居然沒有穿防彈背心 而另外甚至跨峽區 桃園到新竹這跨峽區 也沒有通報 最關鍵的是行車記錄器 居然因為容量已經滿了 沒有拍到駁火的過程 到底有沒有舒適 現在都還要一一釐清 救護車火速趕到現場 有警察已經中彈 先趕快在車上坐 初步治療緊急送一搶救 躺在病床上勉強擠出笑容 因為右肩還在隱隱作痛 他就是重彈的刑警 子彈入口到出口這段時間 雖然很靠近脊椎 雖然很靠近我們的頸部 這些重要組織 可能有肺部 但是還有這個不幸中大幸 就是他躲過這些重要器官 右肩胛骨跟右肩這些軟組織 目前是有很明顯的腫脹 所以眼睛大家會覺得很疼痛 三十六歲成性刑警 金門大學畢業一百零六年 考特考兩年後分發 當上警察一直待在揚梅分局 但在這段期間是支援偵察隊 一行想成為一名刑警 直到去年三月考試五月順利分發 從僅六年辦過大大小小的案子 近五年繼攻七次 一百一十年曾破獲毒品案 竊盜案 隔年也有兩次破獲加重竊盜案的紀錄 這回跟另一名同仁開真房車出任務 深夜跨俠蒐集勤資卻帶傷回來 過程中到底發生什麼事 事後想調閱行車記錄器 離勤來龍去脈 卻發現空間已滿沒排到 出行不是都得穿上房貸變形自保 為何通緝犯朝車射擊還會中彈 遭外界質疑根本沒做好防護措施 警方解釋兩名刑警當時到新竹勤資搜集 不可能穿著防彈衣擔心曝光身份 難以追查嫌犯下落 桃園市長張勝正也來到醫院慰問 關心傷勢狀況 只是刑警英勇衝到前線歹人 卻讓自己身陷危險之中 遠景安危 不是還是得擺在地順位 TB新聞最終前林志偉 顏身份桃園採訪報導 好我們來關心的是巴黎奧運已經落幕了 但是在大陸還是持續有追星的熱潮 好上次我們來看到最年輕就拿下三面金盤的三金王全紅蟬 他的老家每天都湧入了上千人在朝聖 家門口甚至變成了打卡景點 還出現了一棵樹木 這樹木的名字呢叫做水花消失樹 十七歲的大陸跳水天才全紅蟬在巴黎奧運奪下兩面金牌 私下率性可愛的他人氣爆棚 老家廣東湛江麥河村湧入大量人潮前去朝聖 每天大約都有一千人 家門口更是變成打卡點 甚至有攤販就地做起生意 現場就像是菜市場一樣 更誇張的是全紅蟬老家門口的鳳凰樹被取名為水花消失樹 還有人帶著禮物要送給全紅蟬家人 八十多歲的爺爺隔著鐵門連連婉拒 盛情難確 引起追星熱潮的還有在巴黎奧運拿下兩斤一贏的大陸新飛魚潘斬樂 他回國後低調去剪頭髮 理髮師一開始沒有認出來 發現確實是潘斬樂本尊後 開心到說這比中五百萬還要幸運 你當時我一想看人家有點眼熟 最近這個巴黎奧運會有點煌 那個友人運動員就潘斬樂 然後他就說了一句 有沒有可能我又是 沒想到上班遇到奧運冠軍 該名理髮師說自己激動到都繳了出來 此事也迅速在網路傳開 理髮店生意大增 預約爆滿 去的一句話來形容就是這破天的富貴真的太強 巴黎奧運已經落幕 但帶來的追星熱潮還沒消退 TVBS新聞 范雨萱 蔡依捷綜合報導 好 不過我們來看到這一次在巴黎奧運期間 其實大陸他們有很多的選手都在國外 發生了選手跟教練跟國外的人對嗆的事件 尤其是深陷禁要風波的大陸游泳隊 他們也在巴黎奧運落幕的時候 召開了記者會公布數據 強調目前是零檢除 胸口出現多道血痕 巴黎奧運澳洲水球隊隊員卡恩斯 在視訊平台上面PO出賽前賽後傷痕對比照 暗示是遭大陸選手抓傷 對此大陸水球隊隊長熊敦漢強勢反擊 也PO出傷痕累累的照片 怒批誰也別說誰 這樣的對嗆事件在巴黎奧運多次發生 尤其是深陷禁要風波的大陸游泳隊 在100米自由勢中打破世界紀錄的潘展樂 就被澳洲教練霍克嗆 人類不可能做到 對此他這麼回應 我覺得他說得很好 最好他多說幾次誤導一下西方人 這樣我們就能起來了 潘展樂認為霍克的說法是自己把自己框住 大陸也舉出數據說截至8月10號 151名運動員接受興奮劑檢查214次 比起上屆東進奧運的230次有所減少 沒有測出一粒陽性 達成對禁要零容忍的目標 中國體育代表團在五環旗下 面對美方極限施壓 穩善處理中國有運動員居民踏勤事件 許多的階段性勝利 如今巴黎奧運落幕大陸這麼形容總體表現 大陸指出突破內容包括參賽項目數量 金牌項目覆蓋等 大陸這次奪下了40斤27銀24銅 創下境外奧運最佳參賽成績 不過91面的總獎牌數低於美國的126面 排名世界第二 TVBS新聞 范宇鑽蔡姐綜合報導 而這一次在巴黎奧運的女子體操地板的項目 也出現了兩度逆轉的狀況 原本是美國隊的選手切爾斯 因為教練上訴 所以改變積分拿下了銅牌 沒想到事後呢 因為上訴的時間超過了規定 慢了4秒鐘 所以就這個銅牌又被取消了 給了羅馬尼亞的選手伯伯蘇 拿著銅牌擺出俏皮表情 奧運女子體操地板 靠著美國隊教練的上訴 擊掉羅馬尼亞選手 讓切爾斯拿下銅牌 萬一沒想到事情會發生大逆轉 只因為美國教練是在比賽後1分鐘4秒才提出 超過了規定的1分鐘時間 僅僅相差4秒鐘 切爾斯剛到手的銅牌飛了 空環洗衣場的切爾斯透過IG一連發了兩則線動 除了表達失落感以外 也預告會暫時退出社群 好好平復心情 一隻手托著下巴 另一隻手支撐在地 奇特的袋鼠舞步 讓36歲的澳洲選手瑞根 在奧運首度登場的PD5比賽中 連續三場都0分 影片也迅速在社群網站上爆紅掀起關注 有人支持她的自信 但有人讀舌回應 質疑她怎麼能入選 甚至嘲諷她的舞步就像5歲小孩 不僅比賽主裁判發聲力挺 面對網路上的謾罵和批評 世界運動舞蹈總會WDSF也不要太關注 瑞根其實來頭不小 不僅在澳洲是頂尖舞者 曾獲2023年大洋洲錦標賽冠軍 還是澳洲麥考瑞大學博士 霹靂舞就是他研究範圍 無據網友的酸言酸語 瑞根鼓勵大家和他一樣 別怕與眾不同 有敢做自己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台灣選后林玉婷在巴黎奧運拿下了金牌 有網友就從林玉婷教練的IG上面發現 非常高挑的林玉婷呢 過去也曾經跪在地板上 當小小拳擊手的陪練員 這也讓網友直呼真的太可愛 笑容滿面台灣選后林玉婷 當起小小拳擊手的陪練員 貼心跪地以慢動作用雙手打擊墊 向前交叉揮拳 而其實這位小小拳擊手是教練的兒子 顯見林玉婷跟教練之間 除了革命情感更是滿滿的信任 很感謝他可以一直陪伴著我 把家人留在台灣 然後就陪著我四處征戰 那為了就是要議員我這個夢 在巴黎奧運闖下好成績的還有陳念琴 回憶起當初的青澀模樣 陳念琴國高中的陪練員阿吉米笑說 第一眼還以為陳念琴是男生 來自馬祖的陳念琴開朗樂觀 是班上的氣氛擔當 不過高中時一度貧血訓練跟不上進度 大家還以為他在偷懶遭到排擠 檢查之後才得知自己是血紅素異常 正常值十一到十六 但他卻只有四 還適應著頭皮完成所有的訓練菜單 甚至還自創了三十秒戰術 而這兩位優秀的台灣英雄 即將在週二上午七點十分抵達台灣 預計將比照先前林陽佩的回國模式 進行灑水裡的迎接儀式 觀景台也會提早在六點開放 同行回國的還有拳擊選手 吳詩儀 黃曉雯 桌仇一解 正義盡等等 感謝各位選手在巴黎挑戰之后 這次返台機上可能也會有驚喜廣播 飛航期間空軍也將派遣三架F16V戰機升空半飛 而總統府表示總統賴清德即將在十六號 在總統府接見代表團 並舉辦英雄派對跟大遊行 體學新聞你要去米捷 台北上報導 有女子入住高雄的汽車旅館 結果沒想到插座裡面 居然有針孔攝影機 報警之後 警方卻提醒她要PO網 不要提汽車旅館的名字 否則可能會被業者提告 看似一般的插座已經被解體拆開 仔細看左邊小小的孔洞裡 藏有攝影機鏡頭 但這裡其實是汽車旅館 女子入住汽車旅館後 用手電筒四處查看 卻意外發現插座內竟然有莫名反光 高雄左營的一間汽車旅館內 女房客發現了針孔攝影機 請旅館經理來拆螺絲時 裡面竟然還插著記憶卡 女房客被嚇得立刻報警 隨後記憶卡 主機板和線路 都被警方帶走 而實際訪問到當事業者 對方低調不做回應 涉及違反刑法妨礙秘密罪 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都沒有特別在檢查 蠻錯愕的吧 因為不知道影片會被發到哪裡 他是要立案吧 擔心有其他民眾受害 女房客將過程PO網 果然不少人要求公布旅館名稱 但願PO回覆警察特別提醒 如果傳出去 業者可能會提告妨害名譽 提醒他要三思 不曉得究竟是提醒還是恐嚇 女房客被嚇得不敢公開業者 用針孔偵測器做例行檢查 一臺偵測器 從數百元到上萬元都有 只要發現頻率異常 面板上的數字就會跳動 代表可能被加裝了偷拍的攝影機 這是多數業者 在房客退房後的例行檢查 旅館業者有責任保護客人影響 發生偷拍事件 到底是誰安裝 警方應該要揪出惡郎 如果是業者 觀光局將撤照 而且最重將罰50萬元 TVBS新聞 林一邦徐端高雄報導 有女戰務員看到男子 在站內騎腳踏車 上前提醒攔下他 叫他不要騎 沒想到這名男子 居然動手打戰務員 甚至還恐嚇他 在火車站內如果遇到民眾逃票 或是不守規定 戰務員都要上前制止 但最近發生戰務員遭到攻擊 甚至遭到屢次恐嚇 事發在8月7號下午4點05分 嘉義大林車站 有男子在站內騎腳踏車 違規在先 戰務員先口頭勸阻 他又不聽 只好扶住腳踏車 不讓男子前進 沒想到這名男子 居然鬥手揮打戰務員的右手 另外一個就是在去年 然後也同樣是這個師傅提出來 這個就是被就是有員有員工被打到送醫 腦震盪送醫的事件 那他們當時其實是為了阻止一個 呃要逃票的旅客 台鐵產工表示近兩年已經接獲 十到二十幾人員被攻擊事件 也指控今年二月也有站務員阻攔逃票 被攻擊頭部 回報給台鐵公司 卻指回員工對周遭處境缺乏危害意識 要加強員工教育訓練 每個案件發生之後 不斷在呼籲台鐵局應該要有所改善 但是到現在台鐵做出來的反應 就只有要怎麼找出 呃將這個訊息 呃發在網路上的這個站員 產工批評台鐵處理員工被攻擊事件 反而檢討員工問題 就連事後法律協助 都要員工自己值本申請 還不一定權額補助 對此台鐵表示不做回應 當下站務員已經報警 鐵警整辦中 立即派遣 原請前往處置 抵達現場時 該施暴民眾已離開 產工認為台鐵公司 沒有進一步協助 而保全鐵路警察人力不足 也希望公司加派保全 也應該為每一位線上執取員工 佩戴密錄器 以免車站監視器老舊話速不佳 甚至有死角無法確保搜證 保護台鐵員工安全 也有新聞周圍的曹正人 台北西方報導 高雄鄰園發生了闖屋攻擊事件 昨天晚上八點多 有一名男子他莫名的闖入 而且大聲的喊要輸贏 先是對行動不便的七巡屋主攻擊 而且事後呢 女婿要出身阻擋 最後也被撞到桌子縫了九針 就連嚇得站在屋外的孫女 也被扯頭髮給我打 莫名其妙挨打的老人家 衣服被抓破 現在想起來還在戰鬥 行動不便的他坐在家裡客廳 一名男子衝進來打人 衝下樓阻擋的陽性男子看到岳父被打 肉身阻擋自己也掛了彩 頭破血流 額頭縫了九針 重點是打人的男子是鄰居的弟弟 他們不認識也沒過節 十一號晚間八點多 鄰園北路的透天錯發生打架事件 當時身上有酒慶的邱姓男子闖入 莫名先對老人家嗆輸贏 毆打雙肩拉扯衣服 陽性男子下樓阻止雙方扭打 額頭撞到了家具流血 剛回家的國中生孫女嚇得躲在屋外 秋姓男子臨走前也不放過 扯髮出拳孩子飽受驚嚇 打了祖孫三個人 跑走之後 秋姓男子半夜又開車故意經過叫囂 人在家中坐 平白無故遇到男子闖入施暴 警察不快點處理 這叫他們如何住得安心 TVBS新聞林一邦徐玉敦高雄報導 好我們持續來追蹤這一起高雄鄰園的攻擊事件 其實嫌犯是受害者鄰居的弟弟 他是住在附近 但是受害者就批評說他們住家 其實離派出所只有120公尺遠 沒想到警方獲報之後 19個小時之後才通知嫌犯到案 警察回應因為他們不是現行犯 所以沒辦法立刻逮捕 都知道打人的是隔壁鄰居家的弟弟 被害家屬不滿警察沒動作 因為陸下的證據讓他們好害怕 不敢說 你這隻不敢說 全部都 我差都給來 你先給我 你先給我錢 你先給我錢 那是什麼錢跟你們說 我剛才來的我新聞就要討好 一直在嗆聲就是打人的45歲秋幸男子 施暴後逃離現場 直到事發19個小時後 短褲短袖穿著假腳脫 醫生休閒 道案說明 被害人的家就距離 林圓分局大約120公尺的距離 不過警方的處理速度 也讓被害家屬質疑 是不是有點慢半拍 他手機就沒有帶著 手機沒有帶著 那我們通知不到他 他不是現行犯的狀態 我們是要通知他來 到底什麼仇恨 仇信男子要闖入打人 他向警方公稱 雙方有停車糾紛 停車的問題 停車的問題 有這個嫌隙 只是被害者反駁 停車問題 早在N年前發生過一次 被害者的車子擋到鄰居家 也就那麼一次 就沒有其他摩擦事件 而秋幸男子也沒住在隔壁 反倒被挖出多年前 毒品案入獄過 鄰居口中認為改過自新的更生人 怎麼會故意衝進住家 揮拳亂打人 雙方是不是還有隱瞞其他事情 警方還要再釐清 TVBS新聞林一邦 許玉敦高雄報導 乘當校區出現鳥類 集體撞玻璃死亡的事件 懷疑是吃到了發酵的果實 出現類似酒醉的狀況 不過有專家就說了 這個灰涼鳥 它其實有群聚的習性 可能是當下有一隻鳥 帶頭以為玻璃可以穿過 才會造成這樣的狀況 一隻隻的灰涼鳥躺在走廊上 還以為是在睡覺乘涼 算一算一共12隻 不過仔細一看 有的一動也不動 有的身體不斷抽搐 站也站不穩 看起來就像是酒醉頭雲一般 下午我就上課的時候 就有聽到就是有重擊聲 就聽到很多重擊聲 撞撞撞撞撞的聲音 有雀容 就都會聞到那個發酵的味道 果實發酵的味道 所以有可能就是 他是有點喝醉 吃了那個過熟的果實 有點酒精的作用 原來是臺南社大的靈性研究員 在成大上課時 不斷聽到外面傳來的撞擊聲 下課後發現 走廊上都是撞窗墜地的灰涼鳥 讓他懷疑是天氣太熱吃了發酵 果實吃到整個醉醺醺 才造成 基本上呢 的確有鳥兒會吃了果實 然後會呈現 微酒醉的狀態 但是如果是這種狀態的時候 會造成他們的行為比較遲緩 並不會說 還會有那種俯衝相 相當的速度去撞玻璃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根據鳥的習性 來做一些探討 因為這種亮鳥呢 他本身就是群聚性的鳥 所以基本上應該就是 有部分的環境因素 鳥類集體撞窗事件 發生在十一號成大校區內 而灰涼鳥屬於外來種 鳥類窗沙大多是玻璃反射的原因 才造成他們意外死亡 窗沙是鳥類一個 非常重大隱形的殺手 在做一些設施的時候 是不是要考慮這些窗沙的問題 台灣大樓越蓋越多 幾乎都是玻璃圍幕 而玻璃反射樹木 讓不少鳥類信以為真 鹽鳥協會希望能夠在窗戶 加上點狀圖形 讓鳥類遠遠看到能夠 唠叨而行 TVBS新聞顧首昌台南報導 高雄遠景在巡邏途中 發現有一輛機車雙載 但兩個人的安全帽 居然都掛在前面 攔下來準備要開閥 結果沒想到 這兩人不但聚檢 還加速逃逸 事後呢 兩個人還直接騎上了人行道 兩名男子雙載 在人行道狂串 後方警車左彎右彎 一路不停的追 直接在馬路上演老鷹 抓小雞一路上緊敵狂想 原來是警車巡邏途中 眼間發現路口帶轉隔 兩名男子雙在停等紅燈時 頭上光溜溜安全帽竟然放在前方 遠景上前準備盤查 車都還沒停好 騎士就嚇得連忙大回轉 騎上人行道加速逃離 然後可能拒絕藍檢 可能又是一條 對得不償失 民眾認為違規在線 就乖乖受罰 逃逸還騎上人行道 恐怕會波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還會讓自己的罰則越來越多 事情就發生在十一號晚上九點多 遠景在高雄新興區一帶巡邏 發現騎士雙載還沒有戴上安全帽 才剛上前是一停車受檢 不料對方不僅拒檢還加速逃離 本來未戴安全帽罰五百元 這下子還多了行駛人行道和拒檢逃逸 後續恐怕得面臨最高三萬兩千三百元的罰還 並吊扣駕照六個月 後續遠景依據車盤 進行舉報 未戴安全帽 行駛人行道 不符技巧取締 本身相違規 騎士光暑假期間高雄市未戴安全帽 遭取締案件就高達兩千八百一十四件 民眾騎車千萬別心存僥幸 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TVBS新聞張麗玲如品浩高雄報導 我們來關心的是在大陸廣西的德天瀑布景區 他們這裡的登高觀賞瀑布的輸送帶 居然發生了故障的狀況 當時也造成了一個人死亡60個人受傷 這也讓景區設備安全的問題 再度的浮上了檯面 其實根據央視的報導 這一類的設施他們缺乏了國家的標準 只是因為它比攬車還有電梯更加的便宜 所以其實非常多業者都是爭相的使用 但是背後隱藏的危機 卻釀成了重大的事故 尖叫聲哭喊聲混成一片 大陸廣西德天瀑布景區 一個名為登高觀賦瀑坦的設施 突然故障 造成一人死亡60人受傷 所謂登高瀑坦又被稱為便捷電梯 有客可以坐在輸送帶上直達山頂 免去爬山之苦 有目擊者透露 是輸送帶突然斷裂 才導致大人小孩從空中墜落傷亡 事故主要原因是設備故障後無法緊急停下 次要原因則是乘客沒有扶手等設施進行自我保護 磨坦目前並沒有明確的一個行業標準 沒有大陸國家標準的登高磨坦 因成本比電梯 攬車等低廉不少 近幾年來開始出現在觀光景區 廣西一死60傷的恐怖事故 讓外界更加正式設施規範使用 鏡頭來到江蘇長洲 11號晚間雷電擊中一處公園的涼亭 造成涼亭青島 壓到十幾名正在躲雨的民眾 造成六死十傷的慘劇 甘肅蘭州也不平靜 一處社區地面突然坍塌 多輛汽車掉入洞中 初步判斷為污水滲漏 當地政府正抓緊時間搶修 所幸為造成人員傷亡 TVBS新聞 范宇軒 蔡姐綜合報導 好 另外我們來看到現在是農曆七月 也就是俗稱的鬼月 但是沒想到居然有人審在鬼月的時候 到廟裡來行妾 在屏東的竹田鄉有一名冠妾 他大剌剌的穿著雨衣 就直接進到廟裡來行妾 進到廟裡連雨衣都沒有脫下 而就在他偷完香油錢 想要離開的時候 剛好跟前主委擦身而過 而前主委覺得這一位先生 不脫雨衣就進到廟裡 行徑非常的詭異 就直接報警 結果沒想到嫌犯三個小時內就落網了 男子穿著雨衣進入廟裡 他動張希望見似下無人 竟然拿起浴場的工具 吊啊吊的 吊起了香油錢 藏在口袋裡 在若無其事把原本放在賽前香上的盤子 歸位擺好 不慌不忙離開 其實他這樣進出好幾次 行竊的當下沒被發現 倒是穿著連身雨衣到廟裡來拜拜 讓前主委覺得十分可疑 十號一早十點多 竊賊騎著腳踏車 穿著雨衣來到屏東竹田鄉的公廟 假裝拜拜 卻是動手偷香油錢 現在可是正值農曆七月鬼月 讓廟方人為了 人員覺得不可思議 還好他的穿著太詭異 廟方報案後 警方在三個小時內 就到他住處逮人 當時他還穿著犯案時一樣的雨衣 是不是騎這個腳踏車 穿這個雨衣 是嗎 我是沒有監視器是不是 這是人家在來的呢 我們在人家坐 他媽媽看我們 我們有在看他嗎 他這骨子有的 說在他翻車 在佛祖的 我也在那裡去 鬼月還敢偷 竟廟也不脫雨衣 冠切因此落網 真的是始料未及 TVBS新聞葉鳳達 屏東報導 好的 我們來看到 同樣也是錢 這路上難道出現了移動式的噴鈔機嗎 花蓮有一間小吃店的老闆 他去領了貨款7萬多元 結果離開10周的時候 他先把東西放在後車廂 結果忘記他的錢包 還放在後車廂的蓋子上面 居然這車子就直接開走了 他的錢包沿路的掉 當然錢也是沿路的噴飛 報警之後最後只找回了3萬多元 不過這老闆還是很感謝實驚不媚的民眾 自掏腰包1萬元 來感謝 車一邊開 錢一邊掉 白花花的鈔票滿天飛 駕駛絲毫沒有察覺 路邊民眾好奇走上前 撿起來摸摸看 這到底是真鈔還是假鈔 駕駛轉個彎 繼續沿路大撒幣 等回家停好車發現 後車廂上空蕩蕩的錢包 這才意識到糗大了 日前花蓮玉裡一間油飯小吃店老闆 晚上7點前往光復路上一間超市採買 順便領7萬多元的貨款 他打開後車廂放進剛買的東西 順手就把錢包放在後車廂上 完全忘記自己的荷包 油門一採沿著台九線回家 我就蓋下來 我就上車離開 然後我的錢包就遺失在這裡 後來掉一行車進入去 就發現他這樣飛 檢老闆的店才剛準備開幕 7萬多元一夕之間不翼而飛 還沒營業就虧損 他心痛早上派出所報案 還好遇上十經不昧的熱心民眾 自己就很難過 因為7萬多塊不見了 然後又是在剛開始營業的時候 心很痛 這次10回3萬多元 還是布小布 我會拿出1萬元獎勵 他這個持經不昧 玉璃分局透露 一共有三位民眾幫忙撿錢 7萬多元的貨款 只找回不到一半 撿老闆心態樂觀 儘管荷包大失血 還是要獎勵誠實的民眾 這回寄取教訓 以後再也不敢隨手亂丟錢包 提扁新聞高中 蔡幸雲花蓮採訪報導 有民眾浪漫求婚 找來廠商放煙火 但這煙火是電子設備串聯施放 沒有提前申請 恐怕還會挨訪 周圍布滿浪漫花束和燈竹 男子單膝跪地 在親友一片呼喊聲中大聲求婚 女友伸出右手沒有猶豫答應求婚 這時天空傳出霹靂啪啦響聲 綻放絢爛煙火氣氛非常浪漫 美麗煙火綻放照亮夜空 其他目擊民眾 看了也驚呼連連實在太漂亮 從這邊看的話 那個煙火真的超大 可能比花火節的還要大 然後很多人都很驚訝 對啊 十號因來浪漫七夕晚間將近七點半 有情侶在澎湖馬公市一間飯店前浪漫求婚 為了營造氛圍 甚至顧勤廠商 釋放煙火 求婚成功當下煙火噴發 現場爆發歡呼聲 不過釋放的地點在馬路旁邊相當危險 雖然釋放一般爆竹不需要事先提出申請 但民眾是以電子設備串聯方式釋放 就屬於違規得挨罰 那民眾如果釋放一般爆竹煙火 唯一產品的安全使用方式進行釋放 那細違反本線爆竹煙火管制制製條例 第八條第一項 將除以新台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之划 科技發達就連點燃煙火也只需要按一下就能釋放 這是透過電子設備方式釋放 需要零有證照 並且在五天前提出申請才能釋放 業者只是委託製造浪漫 沒想到工作收入來了 罰單也跟著來 TVB的新聞陳正和肯燕澎湖採訪報導 受到颱風影響的小黃瓜價格大漲 結果有民眾到高雄知名燒肉店 買了外帶裡面卻沒有小黃瓜 扛好的燒肉片切好鋪在白飯上 還有小黃瓜或薑片點綴 高雄知名的老牌燒肉連鎖店 少碗的一碗五十元 但卻有民眾吃到這樣的 打開酒白飯配上一片 切了好幾刀的燒肉片 沒有半片小黃瓜跟薑片 質疑這樣的價格似乎不太合理 因為現在豆皂飯也都要三十塊 至四十塊了 而且何況還是燒肉 對所以我覺得還好 沒有小黃瓜也說Q啦有Q啦 我又說我不會Q這樣 也沒有薑片也沒有小黃瓜 不可能啊應該沒有小黃瓜 他就會夾薑給他 除非是太忙了忘記了被夾到還是怎樣 營姐說不太可能只有肉跟飯 可能是員工疏忽漏給了 或是對方不要夾 不過實際走訪 同意連鎖燒肉店不同分店 都是五十元小碗燒肉飯 肉量差不多是一片半 但有的沒加料 有的有小黃瓜 有的有給薑片 出現三種不同版本 似乎是因為颱風過後 小黃瓜價格飆漲有關 都是中央餐廚配送 每間店的小黃瓜使用量不同 但統一要求的是沒有小黃瓜 就會以薑片代替 而根據農業部資訊 小黃瓜市場平均交易價格 颱風前每公斤是3.5元 颱風過後漲到了每公斤79元 8月11號的價格則落在83.5元 價格幾乎翻倍漲 也讓民眾配菜想吃到小黃瓜 恐怕得要再等等 TBS新聞時鐘流璇 高雄報導 大批觀光客讓日本的機場 變成了通關地獄 我們現在在銀座的商圈 然後這條非常的熱鬧 現在我們鎖定的是香水店 熱鬧高級的銀座 百貨公司林立 網紅黃氏兄弟 趁暑假直飛日本東京 到精品時尚一級戰區 找城市限定香水 主要是找香水 因為現在夏天 我們要找一款就是 比較適合夏天的味道 香水是不少人到日本旅遊 會特別入手的購物清單 繼疫情解封後 黃氏兄弟已經飛了9趟日本 雪季的時候去了北海道滑雪 然後去沖繩 然後也有去大阪自駕的自由行 這樣子 然後有來東京滿多次 台灣人超愛去日本旅遊 不僅食物好吃 也非常好購物 但大批觀光客到日本 也讓一線城市機場 便通關地日 光排隊通關 就要一到兩小時 我記得我前幾個月來 我們只要一個小時入關 然後這一次要 將近兩個小時 我還以為我在環球 就越來越長 就說怎麼還沒有出去 怎麼還沒有出去 因為日本有些店 其實是比較早就關門的 如果你卡了一些出境的時間 就會有一種 損失掉一點旅遊的 那種時光的感覺 來到關西機場 出境人潮非常多 今年4月 國際線外籍旅客人數 達到159萬人 創30年新高 國際旅客拖著大大小小的行李箱 排著長隊 得提前好幾個小時到機場 等待辦理登機手續 旅遊達人建議 若不想排隊 可以選擇二三線 城市機場進出 避開擁擠人潮 提升旅遊品質 東京周邊的話 就是池城縣的那個池城機場 那如果是說九州的話 你可以選左鶴 那你就一邊玩當地 然後就是反正我們旅遊 一定有想看很多東西 可能郊外的東西 你有想看的 你就先玩郊外 然後再玩到東京 最後再從東京的機場出去的話 你還是可以購物 就是你兩個目的就可以達成 而為了縮短外國旅客 入境通關的時間 日本政府 將推出預先通關新制度 預計明年一月起 優先試用台灣旅客 會再逐步擴大到其他國家 與地區 但遊客擠爆日本 曾經困擾日本的過渡 旅遊問題也再度浮現 大阪知名地標 互利果跑跑人 是許多觀光客 來到日本拍照打卡的景點 根據日本觀光局的統計 今年上半年訪日的外國旅客 已經高達1778萬人次 創下歷史新高 但外國旅客 蜂擁而至日本的觀光地區 人數已經遠遠超越當地負荷 也帶來觀光公害 大阪主要商業區的 道頓窟商店街 觀光人潮擠滿街道 雖然有設置多個垃圾桶 但旅客太多 清潔人員來不及回收 垃圾散落在垃圾桶旁 爆料的觀光客 為商家帶來前仇 但也帶給當地居民 龐大的垃圾處理問題 像日本是一個垃圾分類 非常分明的國家 那可能在自己的國家 沒這個習慣的時候 就會造成他們的垃圾比較多 或者是說 把大型的行李儀器的東西 直接放在飯店裡面 因為他們這樣子回收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都是要收費的 所以也會造成他們飯店方 蠻多的困擾 日本當地居民也坦言 熱門景點擠滿的觀光客 的確帶來不變 不僅交通不順暢 居住環境更大大受到影響 然後如果我們就以近度為例 像如果我們就以近度為例 像我一個朋友在那裡上班 他從停車場 要走到他上班的地方 每天都要花20分鐘 那他就會覺得這個壓力很大 然後像有些人的門口 就會特別要留一張很大的海報寫說 不要在我家門口吃東西 我們自己要注意禮貌 不要一副就是我們就是觀光客 我幹什麼就是會被原諒 不要這種心態 如何在人文與人潮間取得平衡 是日本政府當前迫切要處理的問題 但外國觀光客也得尊重 日本文化禮儀規定 當個友善的旅客 日本的美麗和文化 才能長久保存下去 TVBS新聞 黃冠韋劉彥宣 日本東京大阪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文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好